在家里怎么养好仙人球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 仙人球应该怎么养 仙人球是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 圆圆的,很可爱 带着刺也很特别 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养一盆 但实际养护之后就发现 自己家里的仙人球养了很多年 好像都不怎么生长,也不开花 养着养着甚至容易出现烂球死苗的现象 那其实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仙人球的习性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教大家 关于仙人球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仙人球的盆栽 那今天我们就以这一盆小盆栽为例 详细的教下大家仙人球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把它养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仙人球第一个习性 就是它是一种洗阳光的植物 还是一种洗阴的植物呢 很多新手在第一次栽培仙人球的时候 以为它比较洗阴耐阴 很喜欢把仙人球摆在室内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很多花有把它摆在室内的花架上 包括这个电视机柜上 还有的摆在这个桌子上 等等这些位置 其实这种在室内养护的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仙人球并不是一种洗阴植物 也不耐阴它是一种经典的洗阳植物 而且是强洗阳光的植物 是非常需要阳光的 可能我说出这一点来很多新手花又不理解 他们会觉得不对呀 我把仙人球养到户外也好 养到室内也好 它不就是一个球吗 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我养很长时间还是没什么变化 感觉室内室外养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观点其实是严重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在室内养仙人球 它的生长速度很慢 而且它是不开花的 因为缺乏阳光仙人球就不开花 那有新手花又说了 他说不开花就不开花咯 它不就是一个球吗 开花感觉也不会很漂亮 其实这种观点真的是错的 大家知道仙人球开花之后 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它的花朵不输给像玫瑰花 包括不输给三角梅 不输给这些传统的花卉 它的花真的是超美 如果大家不相信 你可以在要其他花友 以前养过仙人球的花友 在他们手机里面找一下 他们原来拍过的 这个仙人球开花的图片 给你分享一下 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超级美丽 明白了吗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所以说这个植物你只有在户外养 它第一个呢 这个球的生长速度会越来越快 只有阳光充足 它才越长越大 第二个呢 就是阳光充足 它才能够每年开花 否则没有阳光就不开花 所以我教大家 这个仙人球啊 充足的阳光 是养好它的首要前提 好 接着我们来讲 仙人球第二个习性啊 就是它的浇水技巧 那仙人球这个植物 说浇水之前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仙人球叶片的特点 哎 华友说 有些仙人球说 不对呀 这个仙人球哪有叶片呢 我看了半天 也没看到它有一片叶子呀 那我教大家 这个仙人球啊 它每一根这个针 就是它的叶子 它原来不长这样 它原来的话 就是每片球上都是叶子 然后呢 随着大自然的演变 物竞生存 然后呢 它的这个大叶子 就净化成了这种针 这种针呢 我们叫做针叶 针叶 那为什么我们 这个仙人球会净化成针叶呢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仙人球的原生环境在哪里 是不是在非常干旱的沙漠里啊 它是一种沙漠类的植物 那它在大自然当中 原来的叶片是这种 这种 这种球形的 椭圆形 如果它原来是这种球形跟外面植物一样的大叶子 在沙漠里面 阳光一晒 这个叶子的面积是不是很大呀 就会大量的蒸发水分 那它在沙漠里根本就没有水分 它的叶子这么大 还大量的蒸发水分 那么它就会容易刚旱死亡 理解了吧 那随着大自然的物竞生存 淘汰 那么这种容易死亡的大叶子的形态 就慢慢的净化净化净化 越净化越窄 最后就成了这种真形的叶子了 懂了吧 成了这种真叶 所以像这种大叶子 净化成真叶的这个过程 就是仙人球净化的过程 它就形成了这种真叶的形态 这种真叶的形态呢 它就不蒸发水分 或者说蒸发极少的水分 就能够把它的所有的水分 储存在它的球里 哪怕沙漠非常干旱 它也不至于说缺水雕亡 因此它可以在沙漠当中活很久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 仙人球这种植物属于一种 非常非常耐干旱的植物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养花就要学会举一反三了 我们看到一种非常耐干旱的植物 它往往不耐什么 是不是不耐水酪啊 对吧 它非常耐干旱 它就不耐水酪 这什么事啊 它都是两面的 双面的 没有十全十美的 那这个植物它不耐水酪 如果你浇水太多 就非常容易浪根烂球 所以仙人球这种植物浇水 要采用什么原则呢 叫做宁少物多 我情愿少一点 你也不要一次大量的浇水 或者大多反复的浇水 否则很容易浪根 那具体怎么浇水呢 我们采用干透再浇水的原则 花盆的土如果是潮湿的 有水就千万别浇 一定等到干透再浇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土有没有干透呢 如果你仙人球的花盆很大 球很小 有多余的面积 你可以用手伸去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像我这样是长满的 都是刺 伸不进去 很简单 我们把花盆拿起来轻轻抖动一下 如果这个花盆里面没有任何的水分的话呢 这个花盆抖一抖是很轻的感觉 如果里面有大量的水 你抖一下这个花盆是很重的 懂吗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重量 来判断它的花盆有没有水 如果一抖花盆很轻 干透了 你就可以放心浇 但如果里面有水 就千万不要浇水 否则有水还浇水就容易浪根 好的 接着我们再来讲仙人球 它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仙人球啊 它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土壤来栽种呢 我教大家 它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挑土的啊 你不论是路边挖一点田园土 它也能种 家庭高端的营养土 它也能种 它不挑土 但我教大家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你是用路边挖的这种田园土啊 泥巴土来栽种它的时候啊 最好在栽种之前往这种田园土里面添加20%到30%的核沙 把它搅拌均匀啊 拌一拌再来种 因为呢添加核沙之后可以大大增强整个田园土的透气透水能力 更符合仙人球根系啊 它这种沙漠植物的特点 所以呢添加一点核沙 栽种它是更合适的 好说完土长 再来讲一下仙人球的换盆问题 仙人球这个植物是不需要频繁的换盆的 因为这个植物它本身根系长的就比较慢 这个球长的也比较慢 一般呢都不怎么需要换 只有什么时候需要呢 就是你养了 比如说养了很多年 然后它的球啊已经越长越大 大过花盆 至少呢你要大过一倍 这么大 你才可以考虑 我给它换一个花盆 否则呢暂时都不需要换花盆 明白了吧 那换花盆的时候你也一定注意 你不能说 比如说这个球这么小 你突然换一个这么大的盆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用大盆种的 仙人球就不适合用大盆 因为花盆如果你一次换的太大 这个花盆大 它里面的土就多 懂吗 这个土多就很容易积水浪根 而仙人球最怕的就是积水浪根 我刚才是不是说过 所以呢你换盆也只能换比原来的盆 稍微大一号就行了 千万不能贪大 越贪大越容易积水死苗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仙人球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仙人球这个植物啊 它整体对透气性要求都不高 哪怕你养护的环境啊 稍微密闭一点 不通风一点 它也能养 懂了吗 所以封闭阳台 你养仙人球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你保证光照充足都可以养 但是啊 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你家的环境通风性太差了 比如说阳台是很封闭的状态 那么每次给仙人球你浇完水之后 最好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那个花盆内的这个接水啊 因为你每次浇完水 它花盆里是有接水的 这个接水它就蒸发的快 因为你开窗了 就不容易出现蒙根浪根的问题 明白吗 尤其是炎热的夏季 浇完水一定要多开窗 避免花盆内出现高温高湿 同时存在 从而引起浪根 好的 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下仙人球 它的施肥技巧 在家庭里养仙人球 很多花友从来都是不施肥的 其实这是错误的 因为仙人球这个植物 它本身就是一种开花植物 开花是非常消耗营养的 因为它每次开花 会把自己所有的养分 全部供给给花朵 因为开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它是在繁衍下一代 植物在繁衍下一代的时候 是不惜代价的 懂吗 因为它开花要接种子 要繁衍 它会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全部给花 所以你花朵开一次之后 再开第二次 它就没有能量了 明白我在说什么意思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施肥 才能够达到年年开花 而且能做到花大花繁 那我们怎么给仙人球来施肥呢 下面我就讲一下详细的施肥方案 仙人球的施肥 要分成两个季节 一个是它的生长季节 一个是它的非生长季节 这两个季节 我们施肥的方法是不同的 首先说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就是比较温暖的季节 它在长根 在长球 在开花 这都叫生长季节 比如说春天 秋天 夏天 这都是生长季 那在生长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施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醋花肥料 就是它 给大家看看 叫磷酸二新甲 这个磷酸二新甲 它是一种高零元素的肥料 零元素含量高就能极快的诱导植物花芽的风化 达到花大花繁的效果 所以呢 磷酸二新甲 它能够促进你的仙人球开花更多 是一种醋花肥 我们一定要用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这个HB101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你使用它之后 可以极快的打破植物的僵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让你的这个仙人球根系更加的茁壮 长球更快 因为仙人球这个植物是非常容易僵苗的 就是你动不动 看着它不长了 养了很多年不动了 这种情况你一定要使用它来打破僵苗 听明白了吧 这两种肥料 我们在生长季节需要混合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 我给您演示一下 我们施肥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像这样 准备好1000毫升的清水 准备好清水之后 我们取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的磷酸钦甲 洒入1000毫升清水中 然后快速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在1000毫升的清水中 加入HB101 这个HB101用量不需要太多 1000毫升水加4滴就可以了 1滴2滴3滴4滴 好的 加好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搅拌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融合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个仙人球的生长季节呢 每隔半个月给仙人球像这样浇灌一次 就可以了 这样仙人球就会得到充足的生长动力 这样它会长得更快 未来也会开花更多 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施肥 那除了生长季节施肥啊 我们还要再讲一下它的非生长季节施肥 那非生长季节是什么呢 就是说指的冬天 因为冬天气温低啊 它不生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肥料呢 换成有机肥料 就比如说我手里拿的羊粪肥啊 它就是有机肥 为什么冬天我们要用羊粪有机肥呢 因为这种肥料 它是比较温和的肥料 它不容易烧根烧苗 而且冬天使用不仅可以给仙人球的土壤 储存大量的营养 而且可以增强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使得你的整个仙人球啊 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和肥沃 预防它的土壤出现板结啊 出现变硬啊 出现不透水等等问题 所以这个肥料 冬天我们一定要给它使用 那具体怎么用呢 很简单 在冬天的时候啊 我们每隔一个月取适当的羊粪呢 撒到它花盆边缘 撒一圈就可以了 一个月撒一次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之后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懂吗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着轮换来施肥 那么你的仙人球啊 年年都能开花 好的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下仙人球的过冬技巧 那来到了冬天我们怎么去养仙人球呢 我们要做到的首先第一要素就是要保温 因为仙人球啊 它是一种热带的植物 对不对 刚才我教大家了是沙漠类的植物 那这种热带植物它是具有一个通信的 就是非常的怕冷 如果环境温度长期低于10度啊 仙人球就很容易冻伤 形成啊 肿球的腐烂 如果冬天长期低于5度来养它 非常容易冻死它 明白吗 所以冬天整体上我们都要保温 至少要养在10度以上 最好要高于15度以上 更加的安全 所以冬天保温这是第一个 冬天需要注意的第二大技巧呢 就是要减少它的浇水量了 因为冬天气温低啊 它的生长代谢会非常的缓慢 血水量会减少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大量的给它浇水啊 就容易造成出现根系的冻伤啊 或者根系腐烂的问题 所以冬天我们一般等它的盆土彻底干透 少量的不点水就可以了 在南方花有啊 它可能温度更低 因为没有暖气嘛 可能就十来度 如果这种环境 你整个冬天不给它浇水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懂吗 就是你不浇都比你浇太多要好 不浇水它冬天都死不掉 开春再浇就行了 所以冬天阳格控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现任球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 我们下堂课观看